年關要換 民眾就要特別注意 很知道 台東市一間金馬店 第一站就發生手案 兩個女婦 一個女婦的拍檔 其中一堆南路 先進去 要看金破鏈 等到店員去拿的時候 其中另外一個女婦人才冠軍去唱 京鳳現在頭過鑑識去 已經抓到這三人 比手的這間女婦鑑識去 六條三名協議 其中一年一度 竟然是正人進行女婦要破鏈 另外一名女婦人就站在女婦外面 但店員提出這條一年半的金破鏈 放在幾台領民 馬上春秋請來就走 店員從出去 要拿走已經是賣服了 雖然在發生在這條紙盒暗時八點 比請來這間金流 在台東市市区的中華路領民 警方這條報案馬上電池尾部 先帶報到入情嫌患 需要締結理官 將兩名女婦人帶報 調查發現兩名男性嫌患 都不會成年 成年 在路上嫌患多成年 又有新六個月 這個大概是外地人來 來這邊玩了一個禮拜 可能他男女朋友缺少這個盤產 所以臨時起義 找一個士氣的營友來欣賞 因為吉他營友也曾經發行這三名嫌患 成者抗議 請案發行後也配合警方 提供資料 讓這請案在案發後三點鐘準備破案 不僅警方要在請早 三名嫌患是不是看守吉他請案 警方也好友大家 過年在要求愛秀新風秋 沒有票便在不順時 吉他綜合報道 在錦zust